為了宣導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市政府行政處特地舉辦交通安全海報設計 以及影片甄選比賽 今天下午在市政府舉辦頒獎典禮 社會青年組首獎分別由姚詩傑和張玉子獲得 學生組首獎則分別由桃園縣的鄭盛高中 和基隆市的光榮家商學生團隊拿下 市政府行政處舉辦的交通安全海報設計 及影片甄選比賽 在市政府禮堂舉行頒獎典禮 在海報設計方面 社會青年組第一名由姚詩傑獲獎 影片第一名由張玉子拿下 而在學生組海報設計方面 第一名由桃園縣鄭森高中學生團隊拿下 而影片首獎則是由基隆市光榮家商學生團隊獲獎 海報設計首獎可以獲得一萬元獎金 影片首獎則可以拿到一萬五千元獎金 得獎的海報作品也將在各機關單位展出 影片則是在網路上播放 市長張通榮親自頒獎表揚 希望民眾都可以重視交通安全 這次的比賽 市府一共我們高額獎金 有分享的參賽者 前三名的作品將印製成我們海報 提供我們各機關團體 我們的影片則令型地來演繹放在網路上 以加強我們的交通安全的宣導 相信透過這次的比賽 以及呢各種傳播媒體的宣導 在我們前螢幕外之中啊 能增進我們民眾 及學生的族情 對我們交通安全的一個重視 負責承擔這次交單水源宣導的這個海報設計 給你貼的這個爭取 我們發現了 有這麼多的人來參與這個活動 我們處理感到非常的高興 我相信有各位的支持啊 往後我們在這方面 我們一定會更加重視啊 我們希望能夠擴大 希望這樣活動 能夠有能夠更 擔得更圓滿更生意 除了首獎之外 市長也親自頒獎表揚 包括獲得第二名第三名 以及佳作和入選的所有得獎者 市長也和大家合影留念 其中本市光榮加商學生 踴躍參加這次的比賽 也拿下最多的獎項 市長張通榮也特地和光榮加商學生合照 肯定大家的傑出表現 記者吳俊松採訪報導